2018年1月8日 中国宝山东郡药业杯第五届世界围棋名人争霸战 在宝山永子祈愿展开巅峰对决 世界围棋名人争霸战是由中国人民日报社 中国围棋协会共同主办的一项国际赛事 它创办于2010年 是由中日韩三国的围棋名人战的冠军参赛 是三国名人战的升级赛事 参加本次比赛的棋手分别是中国的联校 韩国的李适时以及日本的锦山玉泰 经过抽签 韩国李适时九段首轮轮空 联校九段和锦山玉泰九段率先对决 他们之间的胜者直接进决赛 败者将与李适时争夺决赛权权 在首轮对决中 锦山玉泰直黑先行 在胶着的战斗之后 最终联校中韩胜锦山玉泰 率先进入决赛 为了更好的推广和普及围棋 本次活动除了世界围棋名人争霸战外 同时还举办了多项围棋赛事 这次比赛的活动非常丰富 除了举办世界围棋名人的巅峰对决 还有元老赛 还有围棋文化产业发展的论坛 还有青少年的围棋赛 19大提出来要发展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 全面发展 那么这次比赛也就是从这个竞技体育的顶尖的到这个 业余棋手的这个比赛就体现了我们这种全面发展和融合 未来呢我们也想把这个世界围棋名人争霸战打造成一个品质高 规格高 影响力大的一个这样一个赛事 我们这次也跟宝山这个市领导也是做了一些交流 希望把世界围棋名人争霸在宝山能够长期整举办 宝山古称永昌 历史悠久 围棋文化深厚 据考证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 史料记载 《其一统治》中说 永昌之旗假天下 《徐侠客游记》卷18亿有云 《其子出云南》以永昌者为上 由此可见 宝山的围棋文化渊远流长 而永子作为中国围棋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已为宝山市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永子、料丝灯和玛瑙并称宝山三宝 今天永子祈愿与世界围棋名人争霸战的邂逅 可谓是株连毙和 我们很乐意很高兴来承办一些围棋赛事 特别是这个名人争霸战这样的一个高级别的赛事 把永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种传统文化 与我们的围棋文化 的传统文化有其的结合 以此向广大的围棋朋友募集围棋文化 推动围棋运动的发展 首轮败给连孝的景山玉泰次日再战李世时 虽然对手不同 但结果却是一样 最终李世时和连孝会失决赛 就世界范围内而言 现代围棋是从新闻棋战开始的 人民日报举办的名人赛 在中国的围棋界开创了这个先行 这个比赛的特殊意义在于 它确实是集社会之力 办围棋赛事 它把政府力度 媒体热度 企业强度 草根风度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是中国围棋向市场化 大众化这个方向迈进的过程中 一个很具典型意义的 一个样本式的比赛 决赛中 连孝在形势大优的情况下 被李世时翻盘 中盘赋予李世时 至此两人共交手五次 连孝未赢一盘 最终李世时获得了第五届 世界围棋名人争霸战冠军 拦走五十万元奖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文凭论道 今天我们为您挑选的棋局 是第五届世界 名人争霸赛的决赛 由中国的联校九段 对阵韩国的李世时九段 来为大家做讲解的是 周赫阳九段 周老师你好 你好 最后进行到决赛的时候 这两个人就是必然是 之前都是各胜一盘 对 然后最后呢 就是因为这是三人制的比赛 另外一个呢 就是日本的景山玉泰九段 第一盘是输给了连孝 第二盘输给李世时 所以最后一盘呢 就是李世时和连孝决冠军 对 应该说是三国名人啊 应该说是这个 决出世界的名人 是的 没错 这盘棋呢 是由李世时之黑先行的 应该也是猜先 对 它的小木 应该说这个开局还是比较传统 下一步白袭高挂 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下法 这个现在经过AI的这个研究啊 大家都觉得这个双飞燕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可怕 因为AI的招呢就是说 他觉得人家走一个拖先根本就没关系 对 应该说以前起手们还是非常怕双飞燕 所以一般挂脚的话都会硬一个 是的 就哪怕不硬呢也会选择什么夹击 他其实还是要间接的防这个双飞燕 但现在呢 这个理论呢已经是对这个双飞燕呢 已经是越来越不怕了 对 当然这个挂脚呢也是 一个是速度非常快 也是下的是非常的强硬的态度 接下来黑气是一间低价 对 这个还是非常紧凑的 当然二间高架也是有的 包括一间这个高架都有 当然这个一间低价呢是下得非常紧 然后呢另外一个对这个脚上的这个威胁也是更大一些 对这个我印象中是他这个方向有点反了一下 就是说之前啊 决议和日本的迪普圣购 他们在这个计算机大赛的决赛当中相遇 就是这样下的 然后黑气是白气是决议 黑气是迪普圣购 他下了双飞燕 然后这边一个战斗下来 基本上决议就已经占了很大的上风 所以可能李世时他觉得应该回家一个在这 应该说是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的下方呢 对我们职业棋手是产生了很重大的影响 我们都在学习他们的招 接下来白气是往里头拖 这是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下方 柴儿 这个呢应该是一个人类棋手研究出来的一个定式 定下来 实际上白气跳 这个跳一个也是一个老下方 比较常见的下方是这个 是尖顶 然后他就算长吧 长或尖这都有 是的 这两个都可以 这样白气单挡 这样黑气大概应该是不会走了 走个别的 比如说下了双飞燕之类的 这个呢是比较常见的下方 白气呢跳一个呢 就是希望黑气呢 这个挡一个 再尖顶 这样你长 我再挡 走着一下便宜了 他就是觉得这走着一下便宜 本来呢这个以后 如果没走着一下 以后跳黑的是肯定不会挡这个 对 这样呢 没走着以后 黑气这样一飞 觉得可以把白气封住 是的 所以他觉得这个跳着一下呢 对这个头呢是影响很大 当然这个几乎的 当然这个旗呢跳的时候呢 李世识呢是没有走挡了 走的也是比较强硬的一个下方 是贴起来 这个呢应该是在人 这个人类骑楼的对局中 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下方 白气尸扳 扳 然后他扳一个 实战白气尸联扳 长 联扳呢是一个 也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下方 以前有长的 长的话有可能会怕 黑旗给它压一下 因为这边现在黑旗有配合 对对对 它把这个式旗起来 还是挺合适的 是 所以连校这个旗下来 还是很积极 它先扳一下 黑旗只有长 这个时候白旗是选择了 一个最积极的想法 是加进来了 二箭高架 以前也有粘的 但粘的这盘旗 大概是怕黑旗猜毁 对 他觉得这样是不是 有点落空白旗 对 两边好像都被黑旗走着了 是 因为它如果不走的话 反正这人家一手也蒸不掉 现在正好是有个影针 在这儿 这种旗只要也蒸不掉的话 应该是暂时是可以先保留的 搁置一下至少可以先 黑旗下双飞眼 黑旗双飞眼 李世世的旗风是比较快速的 然后 加得很快 对 然后它的旗是攻击性比较强 然后旗 它不是走模样 但是它旗是那种撑得很足 然后就是说 你进来了我就吃你 就是对手有一点点毛病 他都念念不忘 是这样 是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白旗一直没有 正常应该走 他一直没走 所以这个地方李世世应该是 一直是肯定是要 要要要要 要垫着着的 有一点毛病都念念不忘 是吧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我觉得 是的 黑旗是把这个脚先点了 是的 应该说 其实这么下 我觉得还是有点 觉得李世世呢 有点针对这个连校的棋风 连校的棋风 还是比较喜欢实地 然后比较善于这个 这个 把实地捞去之后 然后再去洗对方的模样 善于治孤 但是你看李世世呢 他也是先把这个实地捞掉 这样呢 看样子 李世世 其实虽然是 是这三个棋手的老前辈 但是看来是 参加这个比赛之前 也是做了功课的 对 白旗实在是沾上 正常的话 这个地方定时要打完 要吃一点 我觉得打一个挺大的 其实 那这样呢 就是轮到黑旗下了 黑旗大概会走在这里 这么建成 穿出来 嗯 连校呢 下得还是非常积极 他实在是 他沾了一个 这毕竟还 确实还是 挺大的 有一手棋的价值 嗯 黑旗是拐了一个 嗯 然后白旗下一步 也是非常积极 点在这里 点一个是一个 这个旗形的一个要点 嗯 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多旗 还是需要学习一下 这个旗形 这个点是一个要点 这个点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 黑旗呢 很想从外面 比如说 嗯 我走一个 我想这么照顾你 嗯 这样呢 黑旗是应该是 要靠在这里 这个地方就是 黑 单靠一个 对 白旗这个点 就是它的效果就出来了 对 嗯 你冲 我只这样一冲 这样 我这样我一打 这样再一打 就把这个子吃掉了 是 如果没有这个 你是 你是走不了这个旗的 所以它这个点呢 是瞄着这个地方 嗯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连贯性的 一个下法 因为这两个字 其实价值很大 对 因为如果说你 白旗把它吃掉的话 那你这颗子 人家恨不得 就要逼到这儿来把你吃了 对 因为你这个飞 本来可以飞着的 现在飞是后手了 你这做活就困难多了 这个两个字吃掉 肯定是就是明显是 那黑旗当初也别立了 那就不 所以它这个点呢 是瞄着这个靠 嗯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本来直接走呢 是也没什么好奇一下 嗯 所以它先走在这里 其实是还是非常凶悍的一手气 嗯 所以实战呢 李世诗是不在这里 他很 很强悍 就是说这两个子根本就不用想要把它吃掉 我肯定要把它救回来的 对 白旗然后再拆一出来 嗯 这个拆一之后呢 也是瞄着这个断点 对 它吓得挺强硬的 它就想逼黑旗再补回去 然后我才 很舒服地再拆 那是不可能 那李世诗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这个 因为这个地方 白黑旗走 这边应该是能活 管一个应该是能活 嗯 所以这个地方 暂时是可以不用走 当然这个这个材料太大了 李世诗是把这个子先逼住 嗯 跳出来 跳出来 嗯 嗯 小肩 小肩 这不小肩下的比较有意思 一般的感觉不是跳就是长 但是这时候李世诗小肩 他还是想对白旗这三个子 形成更大的压力 嗯 长的话他应该大概是怕对手往这边跳 对 追跳一个 这样的这个地方断点呢 虽然白旗不会马上断 但是确实黑旗还是形状上是有一点漏洞 白旗的理想就是逼黑旗连上 对 让他自己连一个 嗯 但是呃 如果说迫不得已 哪天真的要断进去 那就是要吃人家了 是 你不是吃上面就是吃下面 普通来说是不会断的一下 因为这个断一个自己还留一堆毛病 这实在是没什么好的 对 嗯 黑旗煎一个 嗯 白旗呢 下一步也比较有意思 它是煎在二里 他的理想就逼他连一个 哈哈哈哈 他就是呃 你不是不肯粘回去吗 我就要逼你要把这个让你走回去 嗯 李适时呢就是从 就是一 就一直是不是拒绝补回去 对 连校呢就是一直我要让你逼着你走回去 这个尖呢确实是比较 呃 begitu 呃比较有点 有点 有点 欺负这个黑旗啊 因为黑旗呢虽然说脚上有眼 但是他是不肯随便走的 他得保留这个飞的鲜手 嗯 他不能随便就把它卖掉 另外以后白旗现在坚过来 你现在粉质也不好 也不好活了 李适时还是不肯好好地补 他还是想走一个先手补 正常应该大概这时候 正常应该是要补 对 按理说是这样子的 这个尖就是说 你如果粘上它就脱先了 你这样你再断的话 我可以 你这就已经扛住了 可以断打 然后把这个打了底下补 另外我现在直接冲也行 这个期间已经是 期间是通的 断不了了 当然这个莲孝也是决顶高手 这个地方它这个尖是 肯定是就等着你来尖的 这个时候白旗挤一个 挤一个是次序非常好 对 它要你沾上之后 我再走 这样你就明显是欠了一个断点了 对 再不行我就顶一个 是吧 反正你这个断你总得补吧 你再不补的话 我真的要可以 有可能要断了你了 所以他这个应该说 这几个下法呢 应该是都是在双方的意料之中 对 双方都是互相给对手呢 就是留下了一个难题 可以其他也是顺势 把这个粘回去 粘上 然后白旗把这个断了 应该说这个地方 两个人下的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 都是 其实呢这么看的 双方都达到了目的 白旗呢应该这么说 这个旗形下的还是比较饱满的 对 一个尖到下面 另外一个你看这一二三四五六木齐 活了六木齐 而且活得特别干净 就是你外面排一排也没有用了 对 已经 这个白旗收获也是比较明显 黑旗呢倒是就是先手把这个断点给补回来了 然后外面呢也是有个头 也有所得 但从这个 我倒是从这个旗形的角度来看的是更喜欢白旗一些 我也觉得白旗好像看起来还不错 看着黑旗就弯弯扭 就像蒸紫的形状就被打吃成那样的 但其实不是打吃出来 是他自己下成那样的 而且白旗这个尖呢也是比较大的一手旗 现在看 这块也是整体 虽然你是头在外面 但你整体其实还是一种 就是 还没活干净 没活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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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事实呢 当然是 实战也是下得非常强硬 把这个简称出来 对 他总得找不掉回来吧 这边都 人家已经活得这么铁了 那边如果说再不动手的话 就看起来局面也不是太好了 对 白旗坚定 回到防守状态 他现在的目的很明确 待会我一挡 那你这块棋真的是 彻底的没有演了 这个棋呢 当然黑旗这个尖冲的也是 这个地方 黑旗是有一点漏洞 漏洞的 但是大概也 他也是希望白旗这么下 这样下呢 也是一个下法 但是黑旗呢 把这个穿了 白得把这个吃了 这个是下法 但是应该是黑旗的一个理想图 所以连向的 并不想按照黑旗的剧本往下走 连向不肯 他不肯让人家下这么厚 对 黑旗把这个粘上 他刚才本来白旗这里是欠一首旗的 应该是要打持的地方 对 应该说这个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首旗 对 这个地边的定式呢 确实白旗是没有走完 对 他按理说是要打持的 立下来 飞一个是吧 这两首其实黑旗还是走得非常饱满 这个黑旗应该说是走在了 就是方向比较好的地方 这个本来是白旗要成功的地方 现在变成黑旗这边的势力了 就看上面这个怎么处理 就现在是两个相眼 这也是 那也是一个相簿 黑旗是飞在这 他如果不飞的话 白旗是不是马上就要飞了 还是有更激烈一点的下法呢 黑旗不走白旗就飞一个就很难 因为飞完这个马上就点 对 你如果顶的话 我应该立还是先手 那黑旗再要回补一个 那又觉得难受 那这首旗至少很大 对 是的 所以他这个旗走在这 应该是还是非常 因为本身他也要走嘛 如果这地方白旗是先手的话 他也盯不住黑旗这个白旗 全震进去 他是希望黑旗走这个 希望白旗走这个 然后他顺势再跑这个 这应该是黑旗的一个 比较异想图吧 这个步调比较合适 对 当然连校呢 他也是不想按照黑旗 黑旗的想法细续走 他是走 他走了这个 他顶了一个 他就这两边呢 他要联络 你不走的话 被人家压过来太严厉了 所以他顶一个 现在再压不过来 压了顶了 再打了冲下去了 对 这样的黑旗呢 如果再顶他 他也是想 对 黑旗顶过来 都想自己找点步调是吧 实际 小尖一个 小尖一个是 这首棋应该是 比较反映李士时的棋风 就是最高效率的新棋 这个一般我们说 一手棋在这长一个 或者在这走 但这种棋呢 都不是李士时的棋风 他要一手棋 既要把这个连上了 然后还要瞄着 这个下面的这首棋 而且以后他也不准备长 他也是要虎了飞啊 这种棋 他吓得特狠 对 这种地方呢 确实是李士时 比较强的地方 当然这个连向呢 这盘棋 能看出来状态非常好 下部这时候再去穿断 穿断它 它就扳了一下 它先扳了一下 扳了一下 挡住 然后留个打持 它先不打 但是它这样扳的 这地方会更厚一些 对 再穿断 这个地方应该说是 穿断应该是 这个白棋最强硬的 一个下法 这穿的好像黑棋 有点难受 我感觉 它现在正常 它假如说冲下来 冲下来的话 白棋应该是要正面作战 然后断掉 断掉 我沾上 这样呢 你现在很奇怪 现在黑棋吃不掉这个枣 是啊 你现在你要拐尸 它就跑了快 因为本来本身是想加 加是加不住的 所以你只能管 走 这样呢 你就 你应该是 这样吗 这样你应该不行 这可以挖通 怎么靠不断 你现在 你建一个 你要挖通 我也不太怕 我这本身脚上是有活旗的 所以它也不太怕 那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 这个地方正面作战的 应该是 连校是比较 兴有成竹 所以李适时呢 没有敢正面作战 它实际上是先虎 它是希望你挡 挡的话 我这样再打就可以冲断了 当然这个白棋也不能这么考虑 白棋挡到上面 白棋挡这个 对 这个地方下的双方还是 这个 非常紧凑 然后再冲一个 白棋打到那边去了 这时候你再走这边 就是有结了 打结的话 这边应该黑棋 可以尖一个找结 应该是不太满意 是的 然后再 黑棋沾上 这个棋型 应该说是 低杆上 我是觉得黑棋还可以 等于是把白棋 给穿开了 但白棋呢 有一点好处 就是说这个打吃呢 它是走了一手棋 实际上 它是虎一个 对 虎一个挺坚实的 因为这里 就现在虎完了 这是个铁眼 你打吃我就沾上 对 打哪个都不行 然后脚上一挡呢 就是第二个铁眼 第二个铁眼 就活了 对 应该说 这盘棋的感觉是 李世时一直在找攻击的点 然后呢 连校呢 是一直在 很巧妙的防守 但反过来 好像又 白棋刚才也是在攻黑的 对 双方是 攻中有手 手中带肯的那种感觉 现在呢 应该说是 白棋呢 又进行 进入到一种防守的姿态 是 黑棋是 黑棋小尖 黑棋小尖 这黑棋好像一直都在找茬 想法攻击他 他另外一个小尖呢 是为了间接的捕 正常你要说补证呢 他就觉得效率不够高 当然这个尖呢 确实是 一个一个手筋 这样你已经把这个扳段是防止住了 这个时候 可以及时扳住 连扳 这个棋呢 不要去打 如果打的话就上当了 被翻打 就刚好 如果你这个不能长 你只能提 然后被人家再击打一下 是 这个击打 如果说沾上 这样才沾上 把蟹海先手沾 这样飞机就上当了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连扳呢 是一个好的手筋 当然这时候一扳呢 也把这个李适时的这个脾气扳出来了 实际上黑气也去连扳了一个 走了一个非常非常强硬的一个下方 其实这时候正常呢 它就长一个是比较正常的一个下方 长一个的话 白气这边得补吧 这个马上应该有个跑这个 当然这个白气扳呢 这个已经先手把这个头出来了 也是有收获 这样白气是应该是会立 对走一个吧 反正这边 这块白气等于说已经不怕了 你如果破下面的眼呢 我上面走一个就行了 你如果搬这个 我接上那头都已经出去了 你就别谈那什么工的问题了 这样呢 就是白气两块做活 然后黑气呢 也都连在一起 应该是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局面 是的 这样就是双方 就是慢慢下的一个局面 但这个李适时是不是觉得不太过瘾 其实黑的也没什么不好 黑的你看吧 走了半天呢 白的这地方成功的打穿出去 假如说是这样 这个局面 对 但黑气得补一个就是说 补就补一个吧 这样就算 打一个 补一个 因为白的靠出来也没什么意思 至少我这个拐是有鲜肉味道 我实际上 我这个拐是有鲜肉 这块气好像活得不太干净 是吧 就是你肯定没有那么干净 但然后呢 双方呢就是进行一场 就是持久战 这样 李适时呢 应该是不太想打持久战 他不太喜欢 他实际上是走的这个追求效率 坐在这里 打吃 打吃 大家可能比较吃惊 他是唬着打结的 在这儿打了个结 大家能想得出来吗 这个地方 他是没有准备跟白旗和平相处 对 是的 他就是喜欢这样比较激烈 而且复杂的下法 对 把局面导向未知 可以说是 白旗提截 白旗提截 实际上黑旗是点这个招截 点一个招截 这个好像也没有别的 什么合适的结材了 对 因为正常来说 这个地方白旗要 就是黑旗点的时候 白旗要走的话 正常是肯定要挡下去 这样呢 黑旗当然现在是打结了 然后这边呢 黑旗粘这个呢 白旗可以团这个 黑旗挤这个 白旗可以粘这个 这没有问题的 但这样的黑的结材 就越来越多了 对 你如果想接材少 你说我只能接住 但接住的话 这本身这两下 就便宜特别多 然后接下来黑旗 这还有一间 这个接材就 白旗本身这个 硬就没法硬了 可以这么说 所以这个时候 消截也是必然的 白旗接上了 但那边黑旗损失挺惨重 对 就是这个两手旗 有多大 这两手旗 如果能这么 有两手旗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但这么尖的 白旗肯定会粘 肯定会接上 因为他这个题 我还能再长一个 下一个节目好 这样两手旗的效果 确实差了一些 据我了解 好像李诗诗是 后面有一些误算 是吗 他没有想到 他没有想到 对手这一立 他这个地方 两边死活出现问题了 他没看到这个问题 他也不是 他应该是哪有误算 看错了 可能是什么地方 他立一个 这两边不是这边死 就是这边死 他这个时候 正常他应该是 只能挡这个 挡这个应该说 还有一线生机 挡这个白旗 如果吃黑旗 只能吼这个 然后呢 这时候 我再一跳 这个起 这我能先搬粘着吗 哪个 搬不搬 搬粘得着吗 搬粘不得 点个 点不死 你搬粘我再走 我这还有吃这个 还能吃着一下 我能吃着 你不能先搬粘 那不行 就是他挡一个呢 这个地方 还是比较粉 当然你白旗 这个地方 也有拖了连斑 这个黑旗味道很差 反过来呢 这边呢 它一立 你这个味道也很差 这个旗 当然黑旗还得利用这个 挑这个 这样还是比较复杂 他不知道 能不能先点着一下 不清楚 这里面得 这个地方 但是就是要 写算一阵 写算一会 实战呢 当然这个李适时 也没准备走 这个是 他应该误算 是误算这个脚上了 就是他现在最强 是只能先硬着头皮 先挡这个 是这样 他实战是虎这个 虎这个呢 对手呢 他大概应该是没有 算到对手的一小飞 他就死 这个脚呢 相当于是净死 对白死 连打劫都没有 连打劫都没有 你想想 这个损失太惨重了 是啊 因为你如果连打劫都没有 本身这个捷啊 这个消耗消掉的话 应该说是 这个转换就是 就已经比较难说 难说 可能这也差不多 也就 结果这脚死了 结果这个脚白死了 这你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对 没错 唯一的好处就是 黑漆可以抢钱 在外面走了 当然现在外面 一手气也很大 但是你也盯不住 这一手 这个一手气 脚死了 对不对 没错 他大约 我是觉得他应该是 没有想到 这个地方是静死 实战之一走 就是静死 这棋呢 下成这样 白棋一鹿小飞 就把这个脚吃了 大家看着这脚 实在是有点大 这个墓数 好几十墓呢 确实 看起来白棋形式 挺不错的 我觉得 那接下去 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继续 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 是第五届 世界名人争霸赛的决赛 由我们的联校 对阵韩国的李世时 刚才和周老师 为大家讲解到 白棋刚刚一鹿小飞 把这脚全给吃了 这好几十目 收获非常的大 确实 应该说这个地方李世时 应该是产生了一些误算 他刚才确实应该 像您说的那样挡住 挡住的话 应该是有个结 现在应该是一个 静死的一个状态 这棋 黑棋最强的 应该是搭在这 白棋可以走大飞 这样的话 这个棋 黑棋应该是最强 应该是这么像了 如果走成这样的时候 白棋是一提在这 单提就行了 这脚上做不活 你万一我一点 再一挖就死了 对 提一个我就扑 这应该是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 刀八五的形状 就是刚好活不了 所以这个地方 李世时应该是产生不算 所以这个等于 这个转换不成比例 现在的形势应该是 连校应该是明显优势 大幅度领先了 应该是 而且这个跑也不成立 这个跑我打完了 打就一气都把你闷死了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 李世时应该是 也属于比较被动的局面 当然唯一的好处是 抢到一个先手 可以在外面先走一个 而且这手棋呢 确实是还是非常大的 白棋呢也是 也腾出手 可以 点一个 这是先手 如果你如果长的话 被人家都往这一团 你就 对 这不行 所以说他只能吃这个 然后白棋再来这家 应该说这个棋 现在是 作为白棋连校来说 是顺风满番 这个白棋应该是 下得非常漂亮 活得也是非常清楚 点了一个介绍 白棋把这个挡住 补活了 现在 这个挡呢 应该说是 有点缓啊 但是我们能看出 连校呢 对这个形式 非常非常有关 就这个棋正常的角度啊 肯定是应该双出去 黑棋呢 这个地方最强硬的下方 应该是非一路 白棋呢 我就冲一下 冲了挡 冲了挡 对 我们能看出 这个形状呢 如果轮到黑白棋下呢 是白棋这一虎 这是一个活棋 当然有点委屈 黑棋斑的时候 白棋能就活两个眼 就两木棋 但是这个 不管怎么说 我是刘友活棋 然后另外一个 我这个头出来了 这个你想逼我回去 还得花点功夫 不行 我就再往前跳嘛 是吧 你要破我底下眼 我就跳出去 我这边这么厚 我还能怕你 把那我吃了 不知道 是 这个你逼我 我肯定是要往外跑 所以说这个棋呢 就是说我正常 我是可以先把这个 先跑出来的 这个确实 这个价值 肯定是要比下面 明显要大很多 而且呢 一般棋手来说 都会你再问 我还要往外走 我还不轻易地做活 如果我不缩回去 补活的话 那我这个木树 还很可观 有五木棋呢 连校呢 应该从这步棋 能看出来 他是对这个形式 现在是非常非常乐观了 挡在这里 挡在这里 他觉得把自己做活 就可以了 是 这样呢 毕竟给黑棋 留了一个冲断 实际是 李世世挂挂了一个 挂这个 挂了一个 想飞 然后李世世 马上抓住机会 把这个冲断了 对冲断还是非常巨大的 对 换一个 虽然说白棋底下 是先手活 但是这个先手活完了以后 木其实很惨 你一打吃 你只能缩回去 是 然后一提 一接上一爬 你只能坐在这 就是三木棋 刚才也就两木棋 刚才就是 你被你逼回去的情况下 有点非惨 而且我刚才已经等于 这相当于是一手棋价值 我当时 一手棋就把这双回来了 而且 我们说的是 你还有 你把我逼回去的情况下 我有可能永远都逼不回去 很多棋手就永远 就给你撑在这 但是呢 就能看出来这个联校 现在这个对自己的形式啊 是非常非常乐观了 我们看到 是的 现在白棋呢 唯一的好处是 抢到一个先手 是的 他走到中间一个大厂 这是白棋 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嘛 就是 对 往这边逼 这边逼 是站白棋是扎钉 扎钉呢 应该说是一个 现在确实白棋需要注意的是 黑棋呢 劫财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我们说 这个地方一打呢 都是一边收空 一边打劫 对 另外这边如果要是 我这都算 无数的劫财 我算死棋的话 应该算是劫财种 是我比较多啊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 白棋是比较怕 黑棋一托一糊 托然后糊起来 这人就可以做劫 就劫财有利的情况下 黑棋是可以这样下的局部 他不是连搬进去 这是做眼的问题 对 所以他这个扎钉呢 是走得非常非常坚实的 这部棋 他是有点怕对手做劫 历史诗呢 也是抢到这个 跳一个 在这 白棋是跳出来 跳一个 然后跳 白棋是尖 应该说这个棋呢 是黑棋公白棋 但是呢 连校呢 我们是一直说 他善于质孤 这款棋呢 其实他还没有 给我们展现 他质孤的这个本领 但是现在他就告诉我们 这棋应该尖一个 一试试那是 很紧挑 其实很想 这白棋能不能找机会 拖着他一下 这地方 他应该是怕走不着 怕人家反击是吧 比如说人家狠一点 顶过去之类的 对 顶了 比如说现在顶了段 就有可能有这样的 先把你断开 你如果打呢 他就打过来 当然这棋外面 白棋 黑棋能为多大 也不好说 但是他应该是怕反击 对 他怕会产生什么变数 还有一点呢 他应该现在是 他也不太怕黑棋拖过 因为你拖过的话 拖过是你是想自己联络 对 他现在明显 黑棋应该是不是说 想自己制估 但是明显是想攻击 这个白棋 没错 而且透过本身 这个木来说 白棋是有搬下去的可能 在底下还有个活棋呢 如果这样一来的话 透过并不是太好 二路透过一搬 是用来自己联络的 对 白棋压一个 现在 对 白棋下一步 也是下得非常硬朗 这个我们是说 黑棋是想攻白棋 但是连校告诉我们说 这个棋谁攻谁 还没说好 没准呢 是吧 我还要攻击你呢 你这块棋就算好了 而且你现在 这样一来的话 我这还有个斑断了 对 这个地方白棋 是有一个斑断的手段 对 斑断如果说 你肯这么加回来的话 那这颗子 至少是在我嘴里的 应该是 加被这一长 这个形状太难 太难 对啊 那他还有别的什么招 他应该 他应该 我觉得他应该要断上来 他怎么也得断上来 断一个如果说我肩呢 你再挖一个 肩对 肩我就挖 是这样 我这样打 然后再用哪个拖 再拖 当然反过来 就是说这个地方 黑棋过来这边 小心别被白棋封死 这是一个关键 所以这个地方呢 不管怎么说 白棋呢 是有一般的手段 所以他为什么敢下这么强 黑棋呢 还是走的也是非常的 嗯 这支不跳呢 应该是比较正常的 就感觉这个黑棋这个棋型啊 整体的联络并不是太完整 对 看着总觉得好像什么地方没联好似的 我走一个 到底他是联没联想 我还打个问号 有点 这个棋就是说 黑棋呢 现在是没有办法了 就是说这个地方 它确实是有毛病 但是黑棋呢 现在正常收官呢 肯定不行 因为这个地方 相当于里面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看这个角 多大 这个白的 白的 白的这个一个大角 再加上那个角 黑棋说实在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地方 嗯 所以说这时候黑棋呢 只能孤注一掷 然后 而且黑棋的目标 现在看呢 也只有这 就这几个子了 所以这几个子呢 他要想办法 让他处于一种危险的 那个境地 嗯 这个时候 就是 当然 这个对手不怕 你也有点 也有点 这个 也不知道何从攻起 因为这样一块棋 你要说吃它吗 这好像是天方夜谭 看就像 嗯 从黑棋的心理角度来说 是最怕一攻 白棋 就活了 马上就走出活棋 这个是这个 黑棋心理最害怕的 嗯 又想 怎么说呢 又想这个惦记着 又怕 但是又不敢动手 就是一直在 但你要惦记到最后呢 又没事的话 这棋 木又干不够 对 所以这个棋 现在是 很考验这个 李世时这个 心理公里 这个一个状态 看它究竟 正常来说 这棋 黑棋应该要 对 我觉得是 它应该要 想办法来了 当然这个棋 直接攻可能 没什么把握 对 比如说靠一个 是 但是这个就是说 白在这还有班 对 我是看它 包括这个 有可能白棋 先在这拖啊 或者什么顶啊 什么的 这个地方 确实是 黑棋 有一定的 这个负担 嗯 实战的 李世时呢 应该说 还是很老道 还是慢慢的 等机会啊 对 他是先冷静的 退了一个 要等待 确实 这个退呢 就会给对手 造成一种 他要重肠记忆的 那个 就是说 他要跟你收关了 慢慢下 不着急 是 是 打住 然后这边 先挡了一下 挡了一个 这挡了一个呢 是先手 这个他要用到 这个尖了 对 这个白棋 必须得硬一个 这看起来是要一副 要收关的架势 但是数数木的话 我觉得黑棋 要贴木 好像太困难了 对 现在这个情况下 不单单是贴木 盘面都有胜负 我觉得 这个我们就 咱们也不用数黑棋的木 咱们数下白棋的木 有多少就知道了 这是10木 12木 这个地方正常 应该是算黑棋退 白棋因为这个形状不好 应该是跳了一个 对 这一块是10 12 14 16 18 19 20 21 24 25 26 27 28 38 39 39 加上这有40 41 这拐是他的 42 42 3 是肯定有了 这块 然后那边是3 木棋 45 这块是13 木棋 58 就接近60 木 白棋已经接近60 木 但是你看黑棋 这个 数出60 木 60木 是属于 明显是输的 因为要 你要数出68木 才行 是吧 68木 这个你还得对方不长 不可能 你要数出70木 差不多这个棋 是有的下 但是我们这么 初步往上看一看 黑棋不可能有70 对不对 就是其实咱们客观点说 现在黑棋数60木 都不太容易 对啊 所以这个白棋 确实优势比较大 所以李适时 现在是 必须得想办法了 它是靠这个 然后翻译 这个是非常手段 这个是 这够撑的了 这下的 不能再撑了 对 这个呢 就是不能 白棋呢 就是也不能忍了 这棋再忍 只能退一个 这个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只能冲下来 但是呢 这个地方黑棋呢 还是走出手段了 打吃的时候 他又不敢提 提了呢 又怕人家冲上来 对 这个时候呢 就优势的这一方的心理呢 肯定是不想 把局面搅得乱了 所以黑棋 白棋这个粘住 应该是也是没办法 嗯 其实刚才那个变化呢 我觉得打完了 也未见的就不行 嗯 现在就是白的想 走一个最稳妥的下方 对 但是人家呢 就要跟你把局面搅得 越乱越好 嗯 铺一个 靠住 嗯 黑棋度过 度过 这虽然只是个打结果 但毕竟 黑棋的结材非常丰富 所以打结他可不担心 白棋是贴过来 贴一个 嗯 应该说现在呢 就是说黑棋这地方 是肯定是牵了个大截了 对 这个截应该一打下来的话 这个有可能白在这边 都可以当 都不能不能当截财了 所以这个棋 黑棋是非常冒险的一个下方 但是 当然现在这个情况 也确实没有办法了 嗯 黑棋先把这个拖回来 是的 要不然这几个子 如果死了的话 你即使把上面就吃了 估计就得不偿失 这虚控太大了 对 白棋现在开始 有点收兵的状态 防守 防守 限于防守 应该能看出来 联校 现在是对这个局势 是非常乐观 是走得非常稳妥 顶着这个 你实实现在没有办法 就先把这个 玩一个 先把这个结给补住 那现在白棋是飞了一个 可以去靠 这个时候呢 这个应该说现在呢 白棋是处于绝对领先的 这个 这一方 怎么把这个 应该说把这个优势转化为 盛势 对 也确实是很反映 这个一个棋手的水平 但是现在确实是 联校呢 现在是比较 比较乐观 如果说我想下的 保守一点 比如说我往这儿先顶一个 行不行 顶一个 顶一个它 它应该是挡住 那我就再尝 这确实比较 那个 稳健 这样的战略 那我就要把你冲着 冲着这样 它再跳 再跳 是吧 这又看不清了 对 现在呢 就是说如果白棋能看到一个 最简明的图呢 是白棋肯定会去下 这个边呢 比较容易想到是 现在啊 是斑断 斑断 但是黑棋呢 应该是断上来 断一个 白棋确实 它如果说这样打的话 是不是还是有点看不清 打的话应该就是 不是说看不清 就是说双方妥协了 比如说这样一项 我打一个 可以白棋呢 因为优势也不需要打结了 就沾一个 这样它就沾回来 这白棋是肯定是可以这么定型的 其实这么下白 但也没什么不好 哪怕你现在就是再抠一个 对 抠打一下 我也没什么 待会就把这个打吃掉 对 这中间一长木 一长好多呢 对 这个应该是白棋 最稳妥的一个下法了 这个图肯定白棋优势 我觉得 实战的白棋呢 这个地方 你事实是比较狡猾 这个地方 说实在黑棋啊 早先是可以退回来的 对 它一直留着 它不走 不走 这个地方呢 就一直在这个诱惑着这个连校 连校呢 这个说实在 这个退呢 应该是白棋就正常就跳一个 这差不多有个 逆收拾木的样子 这有点巨大 它一直在 就是不走 这时候的连校 受不了这个诱惑 它就实在是把这个抢了 但我感觉这部棋 走的 还是我们刚才摆的那幅比较稳妥一些 对 这个棋 白棋现在优势比较大 比较明显 而且刚才走回来这地方 我们说是能搬下去的 也是一手非常大的棋 并不着急 对 实在走这个 然后李诗诗这个 应该说是 秀到了战机 这个是唯一的一个战机 找到机会了 是吧 这个断掉了 这个马上就反 这个应该怎么说 反攻为手 反手为攻 对 它先挖了一下 然后去 黑气夹了一个 加一个 白气大尺 他这样的就想简单收一下 然后赶紧回房 这脚得做活 做活的时候有点委屈的感觉 这样倒是 只要 这个棋 只要白棋都活了 这个棋 黑棋也是很难赢的 这个棋 毕竟这首棋 虽然我们说 它是受不了 受了李诗诗诱 但巨大的目数 但这首棋 确实非常非常可观 是的 我们刚才看 这一场一跳 这有是 初一看 石墓棋 是肯定是有的 应该还是 逆收石墓 还不止一点 一般我们围棋的 这个棺子来说 一收石墓就相当于后手 二石墓 所以这个价值是非常大的 实战呢 黑棋是 当然黑棋呢 现在是成功地把白棋给打断了 这个呢 如果白棋都连上的话 黑棋确实是没有什么剩计 然后再冲 然后再冲 冲一种 尝一个 这样一来呢 白棋这个脚已经活了 对 现在把这个冲死了 这个木数也算有所收获 我觉得就心平气和一点 上面两个死了 就死了 就打吃一个不就完了吗 对 是吧 它如果说粘上的话 那这边冲了 还能冲进去 把这个木还能冲掉好几木呢 黑棋肯定是会提 提一个那就 不是白棋其实不走也行 你这个打是肯定是先手 你现在比如说我们简单一点 就是你就靠一个就完了 你就收收木吧 该收的收一下 它这个棋黑棋要走 也只能提 你走别的呢 反正我呢 就如果提的话 我也不虎了 我就直接跳到这 跳一个 这样正常收肯定是 黑棋是输多了 这棋 就是说正常收的话 这个我们刚才说 白棋我们刚才数有60木 现在我们看 就是白棋 把这个一吃回来之后 现在应该是60木 还不止了 这个60木还不止 然后这边 等于应该接近70木了 黑棋其实现在 刚才跟我们刚才说 所得非常有限 所以这个棋肯定是受不了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当然连校呢 应该说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越 如果赢的话 就是越沾越勇 我觉得他简直是 他想沾一下 他想有点追求 他想把那个黑棋啊 给他收回去 想法是挺好的 但是问题在于呢 他有点错漏的地方 就是少看了人家一个 非常漂亮的手巾 黑棋现在尖出来 他不是这样 就是简单的回房 就是接上 然后让你跳一个 他就回去收气 如果说这样的话 那白棋当然很高兴了 把他全粘回去 中间他可以为所欲为了 不用像刚才那样靠 他甚至可以下得更过一点 对 他是想先手连回去 对 是的 但是呢 他没有想到黑棋会揭这个 对 他以为这样的话呢 黑棋是不行的 他觉得他这个 团一个先手嘛 嗯 如果说黑棋 这样连回去的话 那他中间 中间是不是先手 走两下 还是可以 他这样 你如果走这 他就一提 他就最笨的 这么一打 嗯 你管 然后再加一把 再加 就行了 这等于你冲 你冲我就粘上 虽然是黑棋呢 还是能吃掉白棋 但是白棋还是没有关系 对 他以为是这样的 对 但是呢 这个地方 李诗诗下了一部 非常漂亮的手筋 下成这样的时候 白棋团一个 黑棋单袜 袜在这儿 大家能想得到吗 确实不容易想到 我觉得这部棋 对 嗯 走在这儿的时候 白棋现在一看 这上下 好像都没有办法 吃掉黑棋 这个确实有点意外 嗯 本来这棋 我觉得白棋最强的 可能就铺一个 嗯 铺在这儿 如果铺在这儿的话 这棋不知道怎么样 是不是应该还有机会 铺在这儿 嗯 应该是 会好一点 会好一点 它大概只有粘回去吧 因为如果说提的话 我这一击打怎么办呢 不好办 应该是只有粘回去 对 只有粘回去 那如果说现在粘回去的话 白棋最后 白棋再打在外面 嗯 那他只有提吧 要不然我一粘不就活了吗 他如果提在这儿 我觉得你把这提了都可以 你就直接把这 我能活吧 我这一等死吗 这样我会死 我都不信 对 我不相信他会死掉 这个 应该说他这个 这个时候 连校应该是 大脑 尤其赌秒的时候 大脑有点短 突然对手一个反击 一下子 有点脑子一片空白 嗯 这个时候 因为赌秒的时候 最怕对手的一些 意想不到的一些下方 嗯 这时候呢 应该是连校呢 应该现在是 有点 有点 没有想到对手的这一挂 他挂一个的时候呢 他现在是提了一下 然后粘上 要打在外面 嗯 打在外面的时候 黑棋可以粘在这儿 对 然后发现狠打 竖打都打不死黑棋 嗯 然后 现在顶了一个 对 挖一下 黑棋是退在这儿 藏在这儿 然后白棋突然发现 自己的眼我也不够了 这个特别意外 这么大块棋 居然能被 能吓死了 这估计怎么都没想到 跳一个 那小肩 白棋一顶 他断掉 冲 拐 挤一个 黑棋就贴 他断的时候 黑棋一接打 整块大龙宣告死亡 人家冲过来了 这确实比较意外 我觉得连校这样输掉 这盘非常关键的决赛 可能晚上会睡不着觉 是 是 那么最后 这盘棋的结果 就是李适时 直黑是中盘胜了联校 获得了这个 名人争霸赛的冠军 好 那我们今天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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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